珍普選聯盟、泛民議員、學界團體 與佔領中環發起人晚上會面相討政改 他們在會後說 假如人大常委下個月決定否決三軌方案 會由各組織分階段發動非暴力抗爭 或是公民抗命等不合作運動 對於公民投票的支持者的支持 我們會採取非暴力抗爭的行動 如果民意被踐踏到這樣的階段的話 我們一定要有所回應 佔中璧人之一的陳建文就說 對於能夠達致真普選並不樂觀 又說已經作罪壞打算 我們認為8月份人大常委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事後 我們作為佔領中環 我們現在是全面做準備的了 是做最壞的打算 如果8月出來的結果是很差的 我們是準備配合各方面的團體 進行公民抗命的行動 至於到時會不會佔領中環 就要視乎人大決定的政改框架 還有沒有落實真普選的空間 至於學民思潮和學聯就說 如果中央否決公民提名 就會發動一系列的不合作運動 包括最快在9月罷課 香港天路記者文家後報導 天路記者文家後 把所謂的解決公民提供 就算是… 我沒有落實 你沒有落實 甚至要是要得一架 就算去名無法 當來是一架